各位好,我是全一家和大家来一起关注一下2013年7月31日星期三每股盘中交易的最新资讯 那今天呢也是7月的最后一个交易值 从开盘的时候呢受到一系列经济数据的影响呢是出现了上涨 现在呢是在呢消费类板块呢以及呢电信板块的引领涨之下 导致上涨0.4% 本人普外500指数和纳指的涨幅呢分别是0.5% 在今天呢受到大宗商品交易方面的影响的原材料 以及呢是电力板块呢则是出现下滑的 首先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一组经济数据 在今天公布了第二季度的GDP呢环比增长1.7%高于市场之前的预计 尤其是在政府方面呢财政缩紧之后呢 并没有对于经济啊在这个数据上产生明显影响 另外今天公布的就是呢7月份的ADP的私有行业的就业人数增长了20万 也是好于市场之前预计的 跟随这个消息之后呢美元呢有一定程度的走强 另外呢就是10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呢出现了飙升 市场还在等待呢稍后联储结束两天会议之后呢 最新的一些声明和决定 由于呢最新的包括GDP等数据呢好转 更增加了市场啊认为在今年年内 尤其是9月份呢就有可能联储收紧量化宽松规模的可能性 所以呢也是看到市场出现这样的反应 那黄金的反应也是比较明显在今天呢是明显下滑到了每样子1308美元 另外原油的价格则是在今天上涨到了每桶104.05美元 今天还公布了来自于EIA方面原油的库存数据是上升40万桶 再来关注一下具体公司方面的消息 首先关注一下戴尔公司呢他们到底会有和去留今天又有了新的动态 他们的董事会是拒绝了Michael Dell 他们的创始人私有化公司的收购计划 目前股价跟随明显下滑 再来关注一下贺宝来 在昨天由于好的财报出现飙升 而今天由于索罗斯表示啊 看长这家公司并有入股 因此呢支撑股价进一步的出现了大涨 在今天啊一系列的信用卡公司应该说股价都不错 像Mastercard的一方面由于他们整个上个季度的盈利好支撑股价上 另外呢就是呢美国法院方面呢是做了裁决 那认为啊联储呢要求这一些呢 这个银行卡要设置呢收费上额是 这个这样的一种规定呢是不可以实施的 因此呢对于呢这些银行等股票呢 还有像Mastercard这样的公司都有支持 再把我们的关注点呢放在呢健保等方面 E-Health呢获得了和奥巴马健保法案相关的一个 这个来自于国家方面的订单 所以支持它的股价大幅飙升超过25% 再来关注一下Facebook一度呢 已经是突破他们的发行股价在去年的发行价 那另外他们在星期二的时候呢 宣布将有一个呢新的控制一些游戏开发商 进行开发和宣传的平台 现在呢是股价先涨后跌 最后关注一下呢就是Symatic 那这家公司呢是专门销售啊 这个网络安全相关的软件呢 那最新呈现他们的业绩销售呢 明显超过市场预计 支撑股价现在大涨8% 以上呢就是周三美国股市盘中交易的最新资讯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全一家 我们稍后再会